既然是你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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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驚記埠 曾醉血河沖山 命令紅日帶兵遠行 風沙猛 鼻似聲偉猛 何漢水亦倒陣鬥爭 天上誰在林彥居人 地下曾貴數千百人 遺風了 活了消失了 暴憾 也是遺憾 滿了百年月 清暉三三等 八知當年相映照 是快樂與仇恨 舊事 無論野誰關心 也見 凡事有喜有巢 冰對鐵 連教師書鐵 又見勇 紀錄風光 四日三天 三天 十二 Mag 神 三天 五天 這個棋, 你贏了, 恢復, 恢復 我執白紙, 你要回帖, 我贏了一目半 你輸成酒給我的 沒問題, 不過這個棋 你明不明我可以贏你, 真是不夠運 老師, 不是不夠運 你記不記得剛才第八十五首 八十五首? 如果你肯放一隻黑紙 不用塞住自己的棋路, 那就贏了 沒錯, 所謂一指錯滿盤皆落索 可惜 有少許壯士斷臂才行 你贏了我, 當然是多說白說 別說了, 下一局如何 好 來 廚英, 你是長子 富汗將來的王位必定傳給你 我叫你打理朝政 希望你斷理你自己, 別那麼囂張 誰知道你變本加厲 你侮辱大臣欺壓兄弟 富汗, 五大臣始終是開國元老 所以不回覆我 各位阿哥也是因為妒忌我 處處替我為難 富汗, 你怎麼可以只聽一面之詞呢 一面之詞?你自己看 這就你終寶屍落 欺壓兄弟, 侮辱大臣 還要是阿飛, 說我死了之後要殺死他們 這就像, 你自己看 我不用看 是 你有甚麼解釋 我也不用解釋 富汗既然相信他們 我還有甚麼好說 如果你以為沒有做錯 應該有得解釋 是, 沒錯 我是要代善他們把財物交出來 因為是為了備戰 怎麼算是捉寶屍落 還有, 因為他們不服從我的命令 我才要他們發誓後衷 還有那些大臣也不服我 處處替我作對 我如果不讓他們威脅看看 將來還有誰會服我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 代人需要寬厚 這樣才有熱能之事幫你治理國家 這種道理你也不明白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要人們服你, 就要有威嚴 要他們怕你才會服你 就算有威嚴 也不應該侮辱大臣 富汗, 這是他們陰謀害我 所以誇大其辭 好, 雖然你過得有道理 但是我賞賜給你和代善的 你其他兄弟也要多 為甚麼你還要壓榨他們 富汗, 我是長子 我應該比他們多 就算長子要比他們多 為甚麼你要威逼他們的兄弟 說在我八年之後要殺光他們 不服從我的人 將來一定會阻止我治理各事 所以一定要殺 富汗, 其實你殺的阿蘇 不是童擁盜你嗎? 是 你這個畜生 Ein 快 一 老闆 你 小小 小小 老闆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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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雅公 你來吵甚麼 我看見你和你父漢 吵得這麼厲害 所以就想來和你談談 父漢已經把我收押了 還有甚麼好說 你父漢只是一時之氣 我想等他過了一口氣之後 就會沒事了 不如這樣吧 等我去勸服你父漢 再召見你一次 那你當面向他陪罪 那就沒事了 認錯陪罪 我沒有錯 我是父漢的長子 要我和你兄弟平分才晚 就算要我死 我也不會答應 我不是要... 你不用多說 父漢將我收眼 總有一天他會後悔的 這件事與你無關 為甚麼你這麼熱心 我總算是你娘 我不想見到你們父子不和 娘? 你不是我娘 我娘叫立澤青 我不需要你關心 你走 我來吧 這次福俊跟十一哥哥準備一下 父漢要送他去明朝做人子 做人子?為甚麼?沒有其他哥哥了嗎? 為甚麼偏偏要損我的霸佈海? 福俊, 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你是五大臣之一 又是漢王的仰子 你沒權說話嗎? 我知道, 你們這些做大臣的 一定會見風洗你 現在阿包海得重了 你們怎麼會要他的兒子做人子呢? 福俊, 你不會了 不會?如果不是這樣 為甚麼你不會讓阿包海的兒子做人子呢? 我已經沒有了木夫心了 現在又要沒有巴寶海 福俊, 你聽我說 這次派誰做人子 完全是由父漢決定的 漢王 漢王的寵愛巴寶海 當然是巴寶海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 叫漢王不要巴寶海去的 福俊 福俊, 這次派做人子的事 阿包海福俊根本就不知道 其實完全是父漢的主義 漢王是阿包海 是他想害死我的兒子 阿包海你沒頭子 阿包海, 阿包海跟福俊 甚麼風把你出來這裡 我剛剛走過, 順便來看看你 跟十四哥在做戰袋嗎? 坐吧 你真是本事, 手工也做得好 對了, 你沒有聽到 選中誰哥在明朝做人子? 沒有 是呀, 其實我們做女人的 哪裡知道這麼多 不過有人因你這件事 在揍你 揍我?為甚麼 你真不知道選中誰兒子 還有她的兒子 還有, 她說你像寵生嬌 故意害她 她又不想去舊時候 自己的女兒目虎實 得到漢王的忠義 專橫無禮 現在我抵她 你真是很脾氣 聽到這些事, 生氣也不生氣 我想真哥福俊 只是傷心那兒才會亂說話 傷心還傷心 沒甚麼理由揍你嘛, 是不是? 換換是我, 我也會亂罵人 我好像還有事還沒辦, 我先走了 那你慢慢走 剛才那些事 千萬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 多耳菌 多耳菌 甚麼事?娘 你知不知道兒子嫁去哪兒? 不知道, 娘你找她嗎? 我幫你找她回來 你說娘有意思找她, 她回來 知道 好,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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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幹甚麼? 娘, 想你去做明朝的人質 你敢不敢去? 敢呀 娘, 甚麼叫做人質? 好, 娘 就好像多耳菌想借你的箭袋來玩 可是你又怕多耳菌不肯給你 於是你要多耳菌給你一個保證物 人質就像保證物一樣 好, 只要多耳菌給我一個箭袋 我就給他一個保證物 這樣也不是很危險 甚麼不危險 如果放和明朝打仗 你就不會回來的, 很危險的 娘, 你不要哭了 我不怕的, 我不怕的 兒子, 救了 娘 兒子 娘, 娘 娘 他甚麼時候哭 他說阿仁真哥哥做人質 為甚麼 你跟我來 為甚麼你這麼熟 我已經決定由巴木海做人質 為甚麼阿朕真哥去?你不喜歡他? 漢王, 試問天下間有哪個父母 難道我自己是兒女的? 我很明白這種心情 所以我不忍心真哥姐姐死了女兒之後 又沒有兒子 我知道你心底可好 可是這件事我已經決定了 你是漢王, 你可以改變你的決定 就是因為我是漢王 決定了個事不可以改 漢王, 我請你替在木庫十份上 不要讓真哥姐姐死了女兒之後 又沒有兒子了 阿朕隔去跟巴布海去, 有甚麼分別呢? 而且我有三個兒子 就算阿朕隔這次有甚麼事 我也還有兩個兒子 阿朕隔壺爬 真的一個小娘就不一樣了 她只不過是兒子 好, 你叫她去準備一下 好 爸爸寒 我誤了你了 請你原諒我 靖哥姐姐 好, 朝廷也沒有腰頭到老耳哈尺 交人治理 你怎麼自動送人治上來 是不是又有甚麼企圖 大人, 見州一向忠於天朝 送人治理就是表示忠心不如 忠心? 你老老實實跟我說 是不是又想向哪兒用兵 怕事後朝廷知道的話 會怪責你 所以你現在事先來做些功夫 我沒說錯了 是不是又想向葉克用兵 大人, 葉克害死我姐姐 包庇布占太太 還經常在我們邊境那裡擾亂 我們這樣做是迫不得已 我不管你們的恩恩怨怨 總之葉克仍然是受朝廷的保護 我不許你們對葉克有任何行動 還有, 你說這個是老耳哈尺的第十二弟 阿仔嫁是不是 是呀, 大人 他的確是我的十二弟 請大人相信 相信?我根本不相信你們 無憑無懼你們隨便拿一個人來 說是老耳哈尺的兒子都可以 是呀, 我是父親的第十二弟 大膽, 竟敢在滿官面前無禮 大人, 舍底年幼, 不知立法 請大人你不要見怪 黃太極 你馬上給我帶這個所謂十二弟哥走 還有, 攻打葉克的事, 你不要枉上 多葉菌, 我回來了, 我不想照顧人質 十二弟哥 你回來了, 我去見女兒 好 娘, 大哥回來了 娘 阿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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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不想照顧人質 阿貞哥 娘 為甚麼你回來了 我說, 明朝那個官 不信我是父親的兒子, 不要我照顧人質 父親, 我夠膽去照顧人質 你信不信是女真族的英雄 算了, 你是女真族的英雄 我是英雄, 我是英雄 我看明君奈我們不何的 這不是這麼說的 照我看, 現在我們的實力還不是時候 還不是時候 我想試一試 看王, 我們不要為了一時之氣 而誤大事 你也曾經說過 我們可以趁這個時候 優養生息, 鞏固實力 到我們有實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攻打而黑 今天, 我就想和你們商量一下 看看, 我們還有甚麼地方需要改善 不妨看出來 找朋友, 你有甚麼意見 漢王, 我想過了 我們最先要改的就是軍隊編制的問題 沒錯, 我們最早起兵只有十三格 現在人數增加, 三百人為一牛六 然後再分四旗 現在經營幾萬人都應該改變一下 漢王, 你說得很對 應該改變一下好的 沒錯,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問題 漢王, 按照你的看法 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想將四旗再分八旗 這樣在指揮方面會容易容易 漢王, 除了軍隊之外 還有生計, 你認為怎麼樣 在生計方面 除了照以往耕種打烈之外 我還準備開曠煉鐵 但是在這方面我們不熟悉 必須依靠漢人 父漢, 那我們不需要很多人才了 當然, 只要是有用的人才 我們也要招攬 漢王, 但是還有一件事 現在我們的書信來往 全部由公正六師父代寫的 而且他是用漢文來譯為蒙古文 這一點似乎有失我們的面子 好嗎? 不錯, 我們女真人 沒有自己的文字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像漢人一樣 制定自己的文字 殺見漢王 起來 謝漢王 今天照大家來 是有重大的事要向你們宣布 我跟五大臣已經商量過 關於我們的軍隊和生計有所改革 安慰楊故, 由你宣布 走 各位, 漢王決定把四旗改為八旗 分別為 正王雙王, 正紅雙紅 正藍雙藍, 正白雙白白旗 漢王親自統領兩王旗 二十哥代善領兩紅旗 五十哥望古以太領正藍旗 八哥王太極領雙白旗 渡渡領白旗 阿敏領正藍旗 國旗主統稱孤山鴨真 每旗領兵七千五百人 國旗主聽令 正藍 國領自己報索, 加緊操練 殺 至於生計方面, 為了增加團田 以後由每個牛六出南丁十人 牛四頭, 開芳團田之後 將來團田多產糧食 再增蒼官十六人 其他官員八人要幫助管理糧倉 國旗旗主, 要鼓勵採礦 手工藝買賣也要留意 扎 起來 借故隆 借故隆 關於這次改革 你們如果有意見的 可以向我或五位大臣提出 今天早朝到此為止 恭送漢王 今天要去封拔阿哥 親自來探望我 今天是專程拜訪 同時有件事送給老將軍 你真是客氣了 你一定知道我平時喜歡喝酒 送點好酒來給我 非也非也 好 我跟你說過, 我對字畫一無所知 你們先看看 好... 原來八哥你畫了我娘的畫像 你真是有信, 你真是有信 謝謝... 我上次來的時候 見府上這幅畫有點殘舊 回到去就馬上讓人重新畫好一幅 想不到原來是老夫人的超像 不錯... 人人都以為我很會欣賞字畫 其實說起來很好笑 我買那幅畫的時候 連漢王也是這麼想的 如果老將軍是喜歡的, 我替你掛起他 怎麼這麼勞煩你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請 好... 我幫你 好... 想當年我在廣陵馬市買這幅畫的時候 其實是第一次見到你富汗的時候 可惜... 可惜我不能親眼見到富汗和老將軍 當年的英勇時跡 想當年我和你富汗 依氣風發, 兵不滿伯就持平沙場 南征北戰 想不到有今天這樣的日子 老將軍果然是富汗的好幫手 好兄弟 也是建州的開國功臣 八達哥, 你太誇張了 其實你富汗最有膽識, 最有才智 還有很多兄弟都比我強的 老將軍, 你太客氣了 敬你一杯... 來, 進杯... 是呀, 老將軍 我今天來還有一個請求 有甚麼請求, 請問說 其實我都很希望能夠像富汗那樣 有個好兄弟在我身邊幫忙 所以如果老將軍是不介意的 我想請陶爾格的兄弟去我軍中幫忙 我?你真的這麼看得起他 不知道老將軍你應不答應 答應...求之不得 八達哥, 陶爾格以後就要你多多照顧了 一定...謝謝老將軍 不必客氣, 不必客氣 八達哥, 這次漢王的決定 你還有甚麼不明之處, 你儘管問我 對了, 為甚麼以為每個牛肉當中抽調人手耕種 而不用其他的俘虜呢 這種方法我們是學明朝的 我們用軍隊來耕種 一來可以不用騷擾百姓 二來可以訓練軍隊的體能 還有讓他們自食其力 明朝的太祖皇帝養兵百萬 曾經誇口說不用動用民力 原來是這樣的, 老將軍不說我真的不明白 八達哥, 你好學的態度 真是沒人能給你 你太過獎了 你經驗豐富, 跟隨富汗, 創立基業 我們真是自啟不如 有很多地方要請老將軍多多指教他 對了, 你還有甚麼不明之處 你儘管問我, 我知無不義 我想請教老將軍 關於行軍之下 有很多地方要請教老將軍 好, 好, 好 放鬆 放鬆 今天終於有個一支強大的軍隊 跟當年起兵真是不可從而而而 你們起來 你們都是漢王領導有方 你們覺得哪一旗特別出色 漢王, 今天個個精神豆豆 表現非常出色 沒錯, 尤其是雙白旗 今天更加英雄豆豆 漢王, 雙白旗 似乎特別領會你的排陣之意 今天我想跟你們商量一下 關於繼承人的事 父漢已經安排了大哥執政 不知道還有甚麼問題 沒錯, 我雖然立了楚英做自主 可是他為人嬌惑 我認為他不適合做繼承人 所以, 我想另外再立一局 漢王, 難道你心中 已經有適當的人選 人是有幾個 可是一時之間 未能作出決定 我想你們提一下意見 總之今天說的話不要傳出去 安排楊谷, 你有甚麼意見 漢王, 納治的事是國家大事 一定要小心處理 柱英又不得人心, 所以... 漢王, 依我的看法 柱英不適而成啟大事 八大哥王太極就不一樣 他能聞能武, 最適合 我的看法又不一樣 立正如果一刻不小心 會引起兄弟不和 甚至會造成國家混亂 大大哥既然不得人生 所謂順理成章 不如立二大哥待善吧 沒錯, 我也贊成何和你的說法 免得他們兄弟日後相爭 漢王, 你也應該順理成章立待善 而且待善為人寬厚, 甚得民心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為了避免日後紛爭 大大哥雖然有錯 可是經過這次之後 我相信他一定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反對廢大大哥 另立其他一個人 不是, 我看是八哥比較適合 應該是順理成章, 如果不立長才會比較 如果不立長才會比較 好... 我看今天都很難說良德的結果出來 這件事還是讓我再考慮再決定 柱英... 這件事還是忍不住的地方 你富汗真是忍心 他竟然把你藏在這裡 是你, 叔叔 你看一個好好的大大哥 弄得下來了 是 是 現在外面怎麼樣 外面變了 變得你不認得 是不是他們又有陰謀 是不是富汗要廢我 叔公, 你說 廢還沒廢, 不過差不多了 你富汗立了代仙 妄姑二太, 阿敏和王太極四大杯 是, 與五大臣共掌朝政 那就等於快一樣了 四大杯子 等我出去, 他們就會後悔 你還想出去? 沒希望了, 你先小心 大貝勒, 漢王叫你監做的 喇嘛玉皇第七大廟 甚麼時候可以做好 劍廟的事已經開始了 可是督工問題 因為我還有其他事要處理 所以大貝勒正務繁忙 這些瑣碎的事 就交給我代來監工, 好嗎? 四貝勒, 你能助我一臂之利 劍廟的事就由你監督 還有, 我們派到屋襲部的大軍 已經海船歸來 而且還呼兵三萬 他們的首領都被我們抓了 不知道你想怎麼處置他們 他們既然歸順, 是應該善待的 我贊成大貝勒說法 不行, 屋襲部三年不共 如果這次重興發落 恐怕其他各部有樣學樣 四貝勒, 你的意思是想殺了他? 不可以殺的 如果濫殺行將 其他各部就心有不甘的 屋襲部對富汗不敬 我們應該以警效由殺一警白 我說不可以殺 當然了, 殺不殺也有利弊 大貝勒這麼說話很有道理 這麼做可以收買人心 國家大事是要權行輕重的 這些事都是交由大家決定的 四貝勒處事冷靜, 分析得不錯 大家認為怎麼樣? 這件事你小心想清楚才好 這樣吧 對了, 聽說漢王不惜公本 修建喇麻大廟 由大貝勒負責 看來大貝勒豈不是有很多好處嗎 大貝勒好像你這麼貪心嗎?你猜 而且實際上現在監管修喇麻廟是由四貝勒負責 是嗎?不過這樣看來他幾個貝勒好像很融洽 現在就是了, 遲些就不知道了 到你了... 為甚麼? 為甚麼呢?大貝勒沒有杖油棍江 但是四貝勒共襄各事 結果始終不是辦法 而且我聽說漢王打算重立自止 甚麼?重立自止? 上次立了處境之後, 漢王就是... 此一時就彼一時 漢王的心意我最清楚 到你了... 那...真的假的 你又不是接的漢王, 你怎麼知道這麼清楚 所以說, 這些就是讀書的功勒 我最喜歡看三角 而漢王也是最喜歡看三角的 他當然會明白, 廢長立右之弊 是呀, 但是幾個貝勒 每個人都有軍功也有聲望 怎麼甘心做大貝勒的父親呢 你到底來幫我下棋啊? 又說打探消息啊 是呀, 順便問問而已 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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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不是代算大貝勒 龍燈叔公 走出去吧 叔公, 你真的沒事吧 沒事, 不過我有點事跟他說 甚麼事 你跟我來 究竟有甚麼事 大貝勒, 恭喜你, 就來做自主了 你在哪兒聽到的 大家都這麼說 你有軍功, 又有聲望 可謂眾望所歸 不過你不要, 高兄弟 我聽到的消息 王太極和妄姑爾太要對付你 不會, 他們不會對付我 就是因為你對他們沒有戒心 所以密謀對付你 大貝勒, 王太極的為人 你應該很清楚 他為人很有機心 你看, 監造大廟應該由你負責的 他搶著他做 表面看來是替你代路 實在在漢龍面前搬弄是非 說你辦事不利 你這樣也不明白, 還當他是好人 大貝勒 妄姑爾太一向只聽王太極的說話 你最近有沒有留意到 他們兩個人時常在一起 不會的, 我們兄弟融合 你不要挑選我們之間的感情 大貝勒, 明雅行也看得出 做自主的只有你們幾個 當然, 立自主是由漢王決定的 但是我怕他們心有不甘, 對你不利 如果你不聽我隆敦的話 我隆敦可以當天發誓 如有半句謊言, 不得好死 叔公 你是充滿人, 應該知道怎麼做 願意, 願意 如果真的有這種事 你不如先告知父漢, 讓父漢幫你作主 不行, 如果只是叔公虛構疏擺 豈不是有損我們兄弟的感情 可是空月來風必定有恩 況且這段時間他們的確是時常在一起 你真是不可不妨 我們兄弟一向融陷, 他們怎麼會害我呢 可是有時候為了爭權奪利 就算連親兄弟也沒有情緣 難道真的為了自主之為 他們就要殺我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先去打聽一下 可是你要記住 每樣事情都要小心一點 我妹妹大師 二爺哥, 甚麼事 最近我得到的消息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呢 甚麼消息 是父漢想...想再納自止的問題 再納自止?你有沒有聽過嗎 沒有, 你今天說我才知道 那...那就沒事了 網戶二大師 有甚麼事 最近你不是經常跟黃太極在一起嗎 是啊, 沒錯 二爺哥, 二爺哥, 你不是有甚麼事嗎 如果真的有的話就不怕說 為甚麼親親吐吐吐呢 我最近聽到閒言閒語 不過我想這些不會是真的 有人說放了納自止的時候 你跟黃太極就要對付我 對付你? 我知道你們不會這麼做的 不要放在心裡 連兄弟也不相信 我也是聽回來的 網戶二太, 你必須這麼生氣 不生氣, 是誰說的 清者自清, 你必須多問呢 不行,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是誰 你想殺人滅口 二爺哥, 你真的相信我們要對付你 甚麼事這麼吵 四瀑勒, 你看得對 大瀑勒說我們兩個要爭自止之為 用不著對付他 有這樣的事嗎? 大瀑勒, 你從哪兒聽回來的 從哪兒聽回來也好 好, 你應該是心知肚明的 正所謂空月來風必定有恩 你們說甚麼? 親見富汗 起來 宮廷之內, 互相爭爭, 勝何體統 富汗, 大貝勒懷疑我跟三貝勒 為了爭奪智慧, 密謀對付他 大瀑勒, 你一向證明 為甚麼相信你這麼說話 富汗, 孩兒這麼做 完全是為了解真相 可是我沒想到枉古以太會這麼衝動 富汗, 自從我們四兄弟共赴郭政之後 朝中大小事務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這些都是全憑我們兄弟合作之故 市民又怎麼會互相排斥呢 代仙, 你是不是有真憑實據 富汗, 何況我們從來沒聽過你說要立字 我看大貝勒都是不聽奸人之言 你不要怪他 代仙, 到底是誰說的 是...隆敦叔公 貝勒 是... 是不是你散播謠言中傷他們 是...是我散播謠言 你為甚麼要這麼做 你應該知道為甚麼 不是, 當年你殺死我兒子桑姑娘的時候 我說他要報仇 令你們骨肉傷殘, 終生痛苦 陸敦, 你以為我不敢殺你 你敢 你敢 你敢, 你當然敢 桑姑娘, 樹蝦就是你兄弟 你趙山翁 你毫無人性, 擒錯不如 簡直是他大殺傷 閉嘴, 閉嘴 以後代仙他們就像你那樣骨肉傷殘 哥哥死在自己兄弟手上 進來 賴出去斬 斬 等等 押他出城外 是 今天我不殺你, 是因為你是我叔父 以後再讓我見你在俠童阿拉出現 你不要怪我無情 拿出去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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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記鳳, 曾醉血河沖沖 命令, 夢日帶兵遠行 風沙漫 未遲聲為猛 何看上去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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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